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东西啊 你要快速的变成一个那个 比如说像实价登录的系统 假如说你把这个实价登录的资料抓下来 你就可以很快可以把它做出一个查询系统 其实不用重录啦 你把那个你刚刚录的东西贴上 改几个地方就好了 第一个范围 哪一栏哪一列 第二个递几栏 查什么东西 有没有 后面其实都一样啊 不用改 马上有个查询系统出来了 那这个我想各位可以回去再试试看 另外我们延伸性的就是那个建档日期 我刚刚讲过就是说有关那个筛选的功能 这个筛选检视资料里面的筛选 其实它会因为你这个资料里面放的是文字 变文字筛选 如果你今天是放的是数字 它就数字筛选 如果你今天是日期就日期筛选 所以主要当然可能它会针对不同的资料 会给不同的筛选的方式 所以其实我觉得 Excel这部分已经算还蛮强大的 因为以那个资料库的查询功能来说 另外用具大概就这些绰绰有余了 所以真的主要资料形态不外乎就大概这三种吧 顶多是数字里面有小数点没小数点 日期的话大概也就是这样了 文字大概对也差不多了 所以基本上该该有的功能大概都有具备了 那只是说有关那个建档日期好了 比如说我的建档日期是在哪一个呢 比如说2009年的1月1号 Enter到2009年的6月31号 这半年按确定 按确定之后呢 它会帮我查出来 查出来的名称 要特别注意 介于 所以我需要在前面有个介于 哪个开头与哪个结束 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输入两个吗 OK 一个是X 那另外叫Y好了 所以会有两个input bars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在这个地方 工作法名称不能用斜线 如果你用斜线当名称的话 你会发现 假设你新增 假设用新增工作表 假设 在这里 OK 比如说我重新命名好了 你会发现 它不允许你2016 1月1号 Enter你会怎么样 它会出现 您建入的名称无效 不能用这几种 反斜线 正斜线 问号 这个star 或这个中官 都不行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们这边有这个斜线 怎么办 我用底线取代 OK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什么 把如何输入之后 如果是日期的话 那我需要把斜线取代成底线好了 因为底线没有问题了 把它取代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部分好了 如何做那个日期拆选 比较重要的部分 那程式在这里 OK 然后指定聚集一下 我写好了 我们直接来看好了 云端上也有1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我指出来就好了 其他一样的话 就不赘述了 OK 好 第一个 增加一个Y 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条件部分的话 就是AutoFix 这个地方 Fill的 建档日期 建档日期是第一栏 那特别注意 如果是介于的话 一定 criteria1是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 X 小于等于 Y 诶 你想说 那为什么他用那个 大于等于 不是后面是一个数字吗 对不对 那其实我前面讲过了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呢 理解那个什么 比如说你今天理解一个 2009年的1月1号 跟那个2009年的6月31号 其实呢 你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呢 出圈格里面 你把它改为通用的话 其实它放在 Excel里面 这个是没有30 30 你把它改成什么 通用的话 它基本上 也是一个什么 数字 OK 所以在Excel里面 它实际上是用数字 来储存日期的 那这个日期的产生 就是前面有讲过 跟1900年的1月1号 相比较之后 相差几天的意思 那但是实际上存在Excel里面 也是一个数字 所以用这个数字来比较 在外面 但是如果说你要让它显示成 日期的话 它这个方式很简单 就帮你格式化就好了 格式化完 那就是会是一个日期格式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特别注意 所以城市里面呢 为什么用大于等于 跟小于等于 来比较 而且这个地方 联期 一定要end 而且 意思就是说呢 我一定要是在 这个 这条线假如是2009年的1月1号 这个这条线假如是6月30 我必须是这个区间的连期哦 才会成立哦 是用end 所以这个逻辑恐怕要注意一下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比较重要 再来的话呢 我要新增一个工作表 rename 特别注意 那特别注意 本来是把名称直接放后面 x放后面 可是我这边多一个s 这个s是一个变数 那我用什么来取代 特别注意哦 我这个地方用VBA里面的一个replace函数 那replace函数呢 怎么使用 其实你按钱瓜糊 它会跳出什么 你要取代的文字告诉我 那你要找什么 取代成什么 后面那个中瓜糊表是option的 就是后面的参数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我就给它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我要取代的这个字串 这个字串就介于x与y 那x与y我填的时候会有斜线 请你把斜线帮我取代成底线 再丢给s存放 OK所以基本上它抓到的时候呢 就会是没有斜线的资料了 OK 然后再把资料丢过来 我们看到的结果呢 就不会有那个斜线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 当然你可以设中断点 假设2009年的1月1号 然后2009年的6月30 enter 那理论上这个地方 当然现在这个里面的资料 就会是什么 介于有没有 2009年的1月1号 有没有斜线 那如果你取代取代好取代完之后 你会发现变底线了 所以replace函数 将来如果你要取代还蛮好用的 只要告诉他哪个字串 你要什么找什么 取代成什么三个参数给他 他就给你正确的结果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总价猜拳 总价其实也差不多了 总价是大于哪一个 总价是这个 所以我这个条件 大于就大于各时百千万 十万 百万会不会太多 30万好了 好 然后小于多少 小于各时百千万 OK 好 我好像输入错了 这这个应该没有 应该是大于多少 大于各时百千万 十万好了 小于 各时百千万 百万 OK 好 好 抓到之后的话 他有把结果给秀出来 里面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跟刚刚应该差异不大 其实这个不用replace 好像程式也都差不多 所以甚至可以拿之前前面来改一下 只是栏数不同而已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多一个Y的input box 多一个 criteria2的一个 第二个参数 那日期因为斜线的关系会replace 可是总价不用 总价的话 直接就输出就可以 其他都大致上都相同 所以这个日期跟总价部分 比较简单 但是日期跟总价 我没有加上房呆 所以如果将来你要是自己再加上房呆 或者是说要变更它的列的话 那可能自己再去加上去 所以这个两个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 底下还有排序 排序后面还会再提到 删除 然后再来后面还有个实价登录部分 可以再当成范例 还有多栏 上面还有一些两个栏位的查询 这个我想多重查询 比如业务姓名 可以查两个人的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跨栏位查询的 那跨栏位查询就查两次就可以了 其他我想大致上都差不多 好 好